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桃园市巴德艺文协会成立至今 已经有20年的时间 并且经常在桃园市内 展出协会成员的艺术创作 而最近这个巴德区公所 就邀请桃园市巴德艺文协会 在艺文走廊展出 期望拉近民众跟艺术作品的距离 一幅一幅色彩鲜艳的作品 就挂设在墙面上 除了有国画 书法 胶彩 版画 陶艺 摄影 创影串联等不同的艺术创作 同时还有多次入选各大美展的胶彩画作 不过这里可不是美术馆 而是桃园市的巴德区公所 它这个地方空间虽然说没有说很大 可是它这样让民众来洽工 它每个阶层每个阶层都看得到 而且我们协会的创作都演化 有什么国画 油画 胶彩画 金石 雕刻 书法都有 因为巴德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展出的地方太少了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会找一些行命一些地点 这次是我们七公所它提供藏地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间 每一年做一次展出 它只要邀请我们一定会 大家都会很热烈来参与这种活动 桃园市巴德区公所为了拉近民众跟艺术作品的距离 透过邀请巴德艺文协会至区公所内展出 不仅要促进地方文化艺术发展 同时也藉由发挥艺文饗宴及以化会友等效益 期望要以美术师为增进人文素养 我们巴德区公所的一楼到四楼的楼梯间 设立了一个艺文走廊 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各种的艺文工作者 或是艺文的团体来做展览或个人的展览 那我们这一次邀请了巴德艺文协会 从12月1号到2月27号展开一个 为期三个月的会员连展 我们巴德区公所提供了小小艺文走廊 除了给艺术工作者一个展出的机会之外 也希望能拉近来这里洽工的民众跟艺术的距离 这次桃园市巴德艺文协会在巴德区公所艺文走廊 举办的巴德艺文饗宴会员连展 将从即日起展出至民国110年2月27号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共享 一起度过艺术及生活的美好时光 记者王周军台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政府 为了要协助刚毕业的青年寻找职业方向 不仅推出了青年安心赞方案 同时还在全桃园17个就业服务据点 提供了就业心灵辅导 期望帮助民众在疫情期间也能顺利就业 您有经历过刚毕业求职困难的窘境吗 找工作不仅是社会新鲜人最大的课题 同时也困扰着许多的民众 加上近期因为疫情影响 导致工作寻找不易 对此桃园市政府推出多项方案 期望要协助民众就业 我们桃园市政府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在辅导年轻人就业 如果就业上遇见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提供很好的心理辅导 那我们在13区17个据点 建立了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 那这些都是可以提供免费的资源服务 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中心的电子留言板 也可以随时回应各位青年朋友的需求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青年安心站的方案 那么每个月的每核薪资能够达到28000元以上 那希望呢 共同来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近年来随着网继网络的普及 有些民众在面对工作压力时 会选择上网放松 不过长时间沉浸于网络世界 反而可能会影响身心健康 有鉴于此 市府透过在就业服务中心等地方提供专人咨询 藉此帮助民众面对压力 在13区有设17个站 那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我们跟这个站联系的话 我们大概会预约一个諮商的时间 就面对面跟心理諮商师 或临床心理师来联络 这一段疫情期间大概有105个人 因为这些工作压力 来寻求这样的一个协助 其实不过回过头来 其实很多青少年朋友 他们会因为对于自己未来的茫然 然后就会更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刚才会特别提到说 其实我们青少年朋友 要如何陪伴他 创造自己的生命意义 当你自己可以愿意去创造的时候 或许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有可能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民众求职相对不易 而桃园市政府为了促进青年就业意愿 与心灵辅导协助 不仅推出青年安心站方案 同时也在全桃园17个就业服务据点 提供专业的指押辅导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桃园市议员郭丽华 携手宏愿大千世界 举办善与美的萌芽写生比赛 议员希望透过绘画比赛 让小朋友在创作中 洗涤心灵 桃园心性 也让艺术美学的种子扎根 桃园市议员郭丽华 为了推广美与善的素养 携手有全台最美禅寺 之一美称的宏愿大千世界 举办善与美的萌芽写生比赛 这也是宏愿大千世界 首次有数百位孩子一起造访 同学们的创意作品跟沉浸的表现 让住持本葬法师大为称赞 希望让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 种下这份善根 这个善根种下去的时候 它自然会开花结果 希望将这个美能够继续的传递 其实我认为环境会影响心情 心情会塑造环境 所以每一位参赛者的小朋友坐在这边 他们是真的是能够把心静下来 在这边一笔一画 其实在这个笔一画当中 它就是一种修行 宏愿大千世界平常并不对外开放 大部分参赛同学跟家长都是第一次来 对整个禅寺的环境相当感叹 都说这里很漂亮 这我第一次来 环境如何? 环境很好 觉得来这边画画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不错 不错在哪里? 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 就是到处走走看看 然后风景也很美 这场活动是跨宗教跟艺术的结合 环境可以陶冶心境 沉浊的创作画画也是一种心灵的修行 不仅孩子们画的开心 家长也对这样的活动表示称赞 很多家长都跟我说 很开心有这个活动 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么美的地方 那我认为小朋友也很开心 能够到这里来 很安静的 让自己心灵沉定 又可以让他自己好好的去创作去发挥 也达到这个宗教跟艺术 能够融合在生活里面 红圆大线世界整体设计 都是本藏法师一手规划 相当漂亮 议员希望透过绘画比赛 让小朋友在创作当中 洗涤心灵 陶冶心系 也让艺术美学的种子扎根 记者来 五一陶冶报导 再带来来看 陶冶市龟山区农会 配合花季与苦茶油的产季 特别在假日举办 找到幸福 茶与花音乐饗宴 及苦茶油嘉年华 有音乐农产DIY 千人茶会 闯关与农产展授等活动 现场祭欢乐又好玩 在欢快的歌声当中 民众跟着音乐舞动身体 现场超热闹 陶冶市龟山区农会 特别在假日举办 找到幸福 茶与花音乐饗宴及苦茶油嘉年华 有音乐农产DIY 千人茶会 闯关与农产展授等活动 吸引许多人前来参加 找到幸福 茶 茶与花的音乐饗宴 还有苦茶油嘉年华 主要是介绍我们 本区的农特产品 我们的茶叶 还有我们的花卉 还有我们的苦茶油 都是制作非常精良 产品非常优秀 陶农的好茶 相当出名 农会特别请茶艺老师 现场泡茶让民众享用 还设有专属茶席 以茶会友大地为席 还有精致的圣诞红花海 跟稻草装饰品可以拍照 大家都说活动超好玩 我们今天就是以 我茶会的方式来 跟大家分享 我们龟山的好茶 那大家都有茶喝 然后大家都可以泡茶 这是一个分享的精神 看起来节目都是花海 还有我们农产品 还有教我们做很多的DIY 可以敲 也可以喝 也有回照可以洗 漂漂亮亮的 所以我今天参加的很开心 农会特别规划了 闯关拿好礼 跟多样化的DIY体验 有茶豆 米香 锤背棒等等的精彩活动 希望借此让更多人 认识龟山的农特产品 进而将优质在地农产 推广出去 2020优良公寓大厦颁奖典礼 在桃园峰河公园盛大登场 以社区自治与社区互动为主轴 选出了30个得奖的社区 市府希望借此强化社区自治 营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2020优良公寓大厦颁奖典礼 在桃园峰河公园盛大登场 以社区自治与社区互动为主轴 分组织运作维护品质 社区营造节能节电 及社区防疫五个面向屏蔽 最终选出30个得奖社区 希望借此强化社区自治 希望桃园的社区的管理 能够不断的提升 智慧绿建筑是一个综合的大方向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引进各种资源 包括社区的营造 社区的图书馆 社区的公社维护等等 大型社区组的冠军 由联赏社区获奖 去年得第三 今年就拿冠军相当不容易 主委表示他们的社区组织规划相当严禁 也因为大家的努力 才能让社区环境更好 我们连上世界在108年的时候 获得桃园市幽阳公寓大厦 综合奖大型社区组第三名 那很荣幸今年 109年也获得了桃园市幽阳公寓大厦 智慧绝建社区的一个第一名 远亲不如近邻 必须要仰赖所有大家 共同无私奉献的心来经营社区 让社区的环境品质能够更加美好 而风韵再造组的冠军 则是由中越音乐广场社区夺得第一 虽然是18年的老社区 但环境堪比新社区 接下来还要规划节能设施 让环境更美好 就算是18年了 可是我们所有的公社 跟所有的这个邻里 什么这个设备 跟我们进来的第一天完全一样 我们有温水游泳池 我们有咖啡厅 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是我们非常的和谐 另外还有优质管理服务人的个人像 这次获奖的陶大太极社区的总干事已经为社区服务四年 这是他第一次获奖 他表示很高兴可以得奖 那我担任总干事来最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共同的配合 社区住户的团结和谐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此也感谢陶大太极社区管理会跟我们公司会赐保全 他们的指导才有今天的工作成就 是服依注经费补助社区落实智慧城市的目标 未来也要结合节电计划跟社造计划 让地方社区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营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记者来为一陶宇报导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桃园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